其实那个屠杀了数十万美国人的祖国人 才是世界上最可怜的 即使被无数美国人奉为神明 却也无法弥补他那缺失的母爱 可就在他以为得到了马德林的爱时 没想到对方却只是在利用他 无奈阿祖只能亲手杀死自己最爱的人 然而也许是上天可怜他 阿祖意外得知自己竟还有个儿子 于是他将所有爱都给了儿子 但阿祖自己却始终没人爱 每天只能喝着牛奶缓解内心的空虚 这凄惨的模样连牙刷都看不下去 在牙刷的安排下阿祖遇到了风暴 很快阿祖就被风暴的爱填满 可阿祖没开心几天就陷入了绝望 自己最爱的风暴竟然被自己的儿子杀死了 看着被摧残得不成人样的风暴 阿祖崩溃了 但让他更崩溃的还在后面 悲痛万分的他想带儿子回家 可没想到儿子却走向了敌人的怀抱 一瞬间阿祖感觉世界崩塌了 他不仅失去了妻子同时也失去了 但身为超级英雄的他生活还得继续 祖国人白天强装微笑故作坚强 可晚上却独自一人崩溃流泪 甚至因为压力太大都出现了幻觉 他害怕自己撑不下去 但尽忠的自己却安慰他鼓励他 然而即使这样阿祖也没有自信 但就算这样阿祖也得硬撑 是的阿祖一直渴望被爱 但却一直没得到过爱 看到自言自语的阿祖牙刷流下了眼泪 原来阿祖才是最可怜的那个 阿祖